回到文大环节,家庭观众有任何问题力都很欢迎打电话来 电话是204-6566,又或者可以传电邮给我们 新闻的嘉宾领导是Jason和我们聊天 Jason 你好 看大市最新表现,行事跌479点,报18,975点 成交额超过400亿,去到408亿 国企指数跌367点,报9,881点 其字方面,暂时跌356点,报18,967点,暂时低水9点 成交额方面,去到56,000多张 这次回来,想和Jason谈谈来防股方面 最新国家统计局发表了数据 在8月份,70个大宗城市的楼市报告中 报告显示楼市调控政策,累积到8月为止 效果非常明显 8月的房价,环比下降和停止上涨的城市 新增数量为今年的历月最多 高达两成 占比达到66% 问一下Jason的意见 看到楼市调控政策,效果已得到明显的改善 你预测会否政府可以停一停 其实有机会停一停 但是,基本上要国内的人愿意买楼 除了看宏条的政策之外 亦是很看整个市场上的流动性资金 究竟有多少 当然,如果你看看国内方面的银根仍然是那么紧 或者银行在借贷方面 都仍然是趋于保守 就算有些人给到首期也好 但是,银行愿不愿意把钱借给他 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 二来就是说,那些人买不买楼 都是看回前景的信心问题 究竟有多少 当然,如果大家预期到今年下半年 国内的楼价仍然是有机会调整的 仍然是有机会跌的话 我会觉得当地的居民 在现在这一刻买楼的意欲 都不会太高 如果你看回国内,好像北京这些一线城市 也都见到最近这几个月 无论是新盘的销售,又或者二手楼方面的销售 都明显是转叹了 就算见到,好像九月份的 中秋之前的一些所谓传统的旺季方面 也都见到国内的所谓著名城市的新盘推售的反应 都不是说太过理想 如果你说这些情况仍然是主导着整个楼市气氛的话 我相信在今年之内 国内的楼价仍然仍然是有个下调空间 所以我自己觉得内防固方面 或者整个国内的楼市方面 对于下半年来说 我暂时都不是太太好住 好,麻烦你Jason 待会我们继续探讨这一方面的问题 这个时候,听听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先 电话旁边,郭小姐在这里,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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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3323,我们是13元 13元卖来的 现在是否有交货 是的,好啊好啊 我问Jason意见 看到3323中国建材 现价是8.39元 跌幅也接近超过8% 暂时跌7.4元 现在的观众,郭小姐 13元已经卖入了 问Jason意见,否有交货呢 其实如果你说本身都已经是有货的话 你说这些位置再去交货 我自己就觉得风险比较高一点 特别就是说这类的水泥股 其实见到近期的波幅 都是非常之大的 就是说就算它有反弹也好 但是反弹了之后 之后的跌幅也是相对 其他股份来说是为多的 当然你说一些叫禁波动 或者整个经济周期是比较敏感的 相关度比较高的股份来说 我自己觉得在这些比较淡的市况当中 都是不适宜持有太大量这类货的 当然如果你说本身之前都叫做 就是持有的不是很多的话 这些位置想做一个短线操作 再去混货 想着卖一个短期反弹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说本身手上持有的货 都叫做是多少了 还有现在本身都有一个叫资金上的压力的话 这些位置我就觉得不应该说 再去大量交货的 还有要留意回见到近期来说 这些水泥股整体来说下跌的时候 成交金额都是不断有一个叫做增加的趋势 当在跌市里面成交金额仍然都是这么高的话 代表着基金的经理 其实都可能是10元11元这些位置 不断在大量洗倉 在抛售这种股份 当你说那些基金在10元这些位置 都还在洗倉的时候 会不会这么快去买回重新去捞底呢 我自己就觉得这些位置 虽然距离之前的高位都叫做跌得不少 但是当我的基金经理在10元这些位置 先去沽货的话 我自己就觉得未必会这么快买回的 所以如果你说打算交货的话 我觉得风险是比较高一点 就算你真的要做这个动作也好 注码都不应该太大 还有短期目标价暂时都不应该看太高 暂时可以先拿回大概9.5这些位置 就作为一个短期获利的目标 如果你说未经的股价 一旦再跌穿8.1、8.2这些位置的话 代表着整个反弹势头仍然都保持不到 到时候如果本身都持得比较多货的话 都应该以减减榜为主 Jason也建议8.1都是指舍位 郭小姐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问题就多了 我全部都估计了 它估计了主机钱 1733 4.6元 卖了2万股 现在跌到这样 3.8元 我亦都是3.8元 亦都是2万股 现在跌到这样 不如跟你继续去分析一下 Jason 第一只都想问1733 永辉招媒 现价是1.8元 暂时跌4先 同样 郭小姐也是高位买入了 这一只怎么算好呢 这类招媒相关的股份 近这半年来说 其实都没什么运行的 就算未出现欧债危机 或者在美股未跌之前 其实都见到这只股份高位 都没什么上升动力 而且都见到它在今年4、5月的时候 都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洗仓潮 当时下跌的时候 都见到很明显有一个很大成交的配合 代表着这类股份 暂时对于基金来说 就不是一些很优质的股份 而且都要留意 因为始终本身做招媒的话 就跟国内的钢铁行业 都是息息相关的 一旦如果你说见到 国内的钢铁行业 都还是没什么转机 都还是没什么起色的话 就意味着这些招媒的需求 仍然都会有机会放缓 所以这些的时刻 我自己觉得 要这只股份大幅反弹的机会 就不是太高的 如果你接下来 真的有机会出现一个 叫做轻微的反弹 当股价可以上去 大概一两个月左右的位置的时候 我都建议 是要止蚀或减磅行先 都留意两个月这个水位 不如都帮郭小姐解答 这一只 三八一八中国动向 现时是一五毫日 暂时都可以升 现在升七仙 这一只同样地都是高位买入 三个八毫四已经买入了 怎算好呢 中国动向今早上有一个不错的升幅 但到下午回来的时候 看到升幅很明显是收窄着的 代表着这类的板块 其实暂时来说 都没有一个很大的上升动力 始终在国内方面 做一些体育用品的行业 近这几个月来说 都很明显受压的 自从当时李宁都宣布了 要向一些分销商回购 一些存货之后 其实中国动向 三百一百来说 亦都是跟同一个策略的 代表着 他们的存货 积压的这个问题 暂时都未能够得到解决 另外 见到是国内方面 如果你说 来近经济进一步转弱的话 对于这类的消费股 仍然都会有个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你说这只股份 即是高位买了的话 我都觉得应该是逢高减时为主 暂时一个比较大的阻力位 都可以先拿回 因为今天的高位大约是1.6 作为一个短期的止涉价 即是有机会反弹上那些位 我都建议可以先减一减 还有要留意 如果你说股价 一旦再跌穿1.38 即是在8月初的低位的时候 我都建议应该都是要止涉 否则来近的股价 有机会进一步下试过一这些位 好 谢谢Jason 亦都很多谢郭小姐你的电话 有任何问题力都很欢迎 再打电话来问我们 我们电话议线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传电邮给我们 电邮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我先问Jason意见 以上提及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有没有持有 谢谢Jason 我们就要休息一会 看看大致的最新表现 恒指跌395点 报19,059点 成交方面达到427亿 期指方面 暂时跌240点 报19,084点 高水6点 成交方面有6万多张 国企指数跌301点 报9947点 休息一会 回来再谈谈